好了 再回到这个剧目里面 这个剧目说 Puma was found clinging to bushes 咱们看这个cleaning to bushes cleaning也是个肺位动词 它做什么呢 大家发现它是补充说明主语的 美洲式的皮毛被发现怎么样了呢 粘到灌木丛上 什么粘到灌木丛上 当然是主语 美洲式皮毛吧 这是一个主语补足语 我们说肺位动词除了卫语都能充当补语 当然可以啊 主语补足语 咱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 比如说咱们看在本科书中 十四行的末尾 就在这个书 十四行的末尾又出现一个 As no humans had been reported missing from any zoonia kindred 这个missing也是个主语补足语 因为没有任何美洲式被报道失踪了 失踪了 什么失踪 美洲式失踪了 它补充说明主语的 依然是个主语补足语 这个missing跟本文中这个 cleaning to bushes 意去通乎之妙 是主语补足语 主语补足语呢 可以使语言变得更简洁一些 同学不会用 也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用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大火被报告已经控制住了 你看这个句子特别简洁 我说 the fire was reported controlled 这个controlled在这是足语不足语 被报告被控制住了 这是过去分词 什么被控制住 火被控制住了吗 这补充说明主语的 是足语不足语 如果你这句话不用主语不足语的话 你会写成一个复活句 这句子啰嗦了 你看很多人都这么写 it reported that the fire was controlled 据报告 这个大火已经被控制住了 据报告 it is reported that 前面形式主语后面主语重句了 而刚才这个句子 它是个简单句 所以主语不足语的使用 可以让句子变得更加灵活 这个不熟没关系 咱们后面还会在其他课文中 看到大量例子 看到更多例子 好 这又是一个证据 看到有爪子印 有美洲士的毛 都是evidence 后面还有更多的evidence 不但有物重 还有人证 后面说了 several people complained of cat-like noises at night and the business man on a fishing trip saw the puma up a tree 他说 有好几个人抱怨说 在晚上又听见像猫 猫一样 喵喵难听的声音 并且一个在钓鱼路上的商人 还亲自看到美洲士就在一棵树上呆着 有人证 看见和听到了 大家注意 有若干人抱怨说 这个抱怨说用的是complain of 当然也用complain about 表示抱怨什么什么 在这个三册里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词 我叫抱怨说 后面叫of叫about都行 都可以 这个在第二课我们造句还会用到 这是抱怨说 在谈到这个说呀 大家可能用起来又觉得非常贫乏 都是用speak or talk 用say这种简单词汇 我们在性格内容里面 好多很丰富词汇 像抱怨说 complain of 或complain about 抱怨说 再比如说 在这课书第六行开头 就人们声称 看到过每个声称说 他用的是动词claim 叫声称说 还有第九行开头 an expert confirm that 叫正式说 正式说应该动词confirm 就正式说 咱们把眼光看得更宽广一些 看看三次里面其他课文中 比如说第五十四页 第十一课第十八行 五十四页第十八行 then I added with a smile 然后我微笑地补充说 这个add add add 一般过去是加一 动词原先是add 我微笑地补充说 add不是做加法了 是补充说接着说 再比如说 我们看第十二课 五十八页的第十五行 就是五十八页的倒数第二行 第十二课中 五十八页倒数第二行 他这么说 as one of them put it ate like kings 正如一个人措辞说 吃得像国王一样好 这个put it叫措辞说 什么叫措辞说呢 想出一个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他们想说我们吃得很好 怎么说呢 吃得跟国王一样好 就措辞说 叫put it 这个到了第十二课 还会详细讲到 必须加一个it才行 好 那再比如说我们再看第十九课 在八十六页 八十六页的第九行末尾 八十六页的第九行末尾 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the writer stated that rest is within safe hands 这个信的作者 他声明说 声明说叫state 一般过去的事 加个字目的就好了 就声明说 这几个说 咱们总结到一块 这个有一些人抱怨说 在晚上有cat line 讲过了像猫一样的难听的声音 在晚上 并且还有一个商人 on a fishing trip 在钓鱼路上的商人 这个路上注意加借词on 这个中文表达灵活 在路上 在图中 用上 用中 好 这个好像都可以 在云云中不能用in 在路上 叫on 在什么什么途中 你看 比如说 我不一定是钓鱼去了 on a business trip 在出差的途中 办事情的路上 on a honeymoon trip 在蜜月旅行途中 在度蜜月的路上 注意借词都叫on 当然不一定非得是trip 其他的词也行 只要是路途都行 比如说on a journey 在旅行之中 可以 on a void 在航行之中 voibert 这个乘船旅行游戏航海了 还有on an expedition 但这个时候就等于en了 on an expedition expedition表示远征 考察或探险 但有某目的的长途旅行 远征 考察 探险途中 叫on on a tour 在环游周游的途中 tour表示去很多地方 一个目的地绕一圈 再回来 叫on a tour 都可以 咱们看一个例子 我们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 正在进行五国游 访问五个国家 president 习近平 is on a five nation tour 在这里边 也是用借词on 注意路上和途中 在英语中 通通用借词on 这个不要搞错 好 本文中说 一个钓鱼路上的商人 una fission trip 是个后制度 修饰这个商人 然后怎么样呢 他位于东西是saw 看到 看到美东西在哪 upper tree在树上 upper tree是 避于不足语 补充说明的美洲诗 在树上 这是积累了人证物证 这回专家完全相信了 下面说 the experts are now fully convinced that the animal was a puma but where had it come from 现在专家们 已经完全相信了 美洲诗 这个动物确实是 一只美洲诗 但是从哪来的呢 还是无法确定 这个 完全相信用的是 be convinced that 对某事已经完全相信了 在生词中讲过 convince 表示使某人相信 令某人相信 随于某人相信 这个人本来是他的宾语 宾语变主语用被动 叫be convinced that 后面加从句 说相信哪个事就行了 但永同说 老师 咱们在词语中讲过 我们的convince 大配不是convince somebody of something 使某人相信某事 不应该有借词off吗 这个off 这个借词跑哪儿去了呢 这个大家注意 尽管理论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有个off 但后面出现了个特殊的从句 就是net引导的从句 我们知道 net引导的从句 有个最大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 它不用在切词后面 无论是什么从句 你包括宾语从句 包括定语从句 都不用在切词后 net引导的从句 不用在切词后 是最突出的标志 所以切词见到它就死掉了 那个off被去掉了 这个当然凡事有例外 有这么几个情况 可以看作特例 有一个就是在第一段中 咱们讲过的一个音味 in that 这个that呢 后面是个从句前面的解词in 但是像有些语法学家 像Einspeyson 他认为这个东西 并不算例外 例外情况 他把in that看作复合连词 是因为复合连词 还有就是except that和but that 这个表面来看 也是那从句前面加的解词 except about都是这个解词 except that but that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可以翻译成 除了什么什么情况之外 第二个翻译成 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 这两个都有这两个含义 都可以 但是Einspey依然 把这些情况都看得是 借词和that放在一块 构成复合连词 如果把这三个情况 都看得复合连词的话 那么就没有例外了 就是借词碰到that从句 他前面的借词必须干掉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off是被去掉了 这是一个常识 但是有同学以前在课下问我 说李老师 那你按你这个说法 有些句子可不对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看看第十六课吧 七十四页的第九行到第十行 七十四页的第九行到第十行 有这么一句话 在把这个偷窃情况 跟几个朋友说了之后 怎么样 Dimitri found out that his neighbor's lake has sounded quite a new lamb Dimitri发现他的邻居阿列科 突然间得到了一只新的绵羊 有的老师 那个final 这l是借词 为什么后面加拿大总句前面的l没有去掉呢 我问大家这个l为什么没有去掉 有的说是固定短语 final是短语 短语碰到了那世界词也得干掉 为什么这个l没有去掉呢 因为这个l根本就不是借词 在这是负词 有的呢 你说负词就负词 真是这样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借词的话 借词有个特征 借词后面是必须有宾语的 没有宾语就错了 但是我们发现find out something find加out 后面这个宾语呢 它位置是灵活的 它如果宾语很长 find out that 想宾语从句放到后边了 如果宾语很短是个代词 比如说it 是不是叫find it out find it out 可以把比较短的宾语放到中间来 充分说明这个out在这里是一个副词 绝对不是借词 因为借词它后面是必须有宾语的 我问大家look at something look at 这个at是借词是负词 当然是借词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后面是必须有宾语的 我说看这个东西能不能说look it at look it at 没有这么讲话的 一定是look at it look at it 因为宾语再短的话 必须放在借词后面 所以在这里这个l是个副词 拿不准的话要查这四点 所以这个铁律是不会打破的 记住in that, accept that, but that 除了这几个情况之外 that从去前面是不能紧跟借词的 要去掉借词 好 这个专家现在完全相信 这个动物是一只美洲狮 was a puma 这个was怎么斜体字印刷了呢 那这我们读的时候怎么读呢 有人认为呢就斜着读呗 was a puma 不可能斜着读 他不可能斜着读 印刷字体的变化是为了使他更醒目 咱们读的时候中读一下就好了 the animal was a puma 这个动物确实是一只美洲狮 这中读一下就好了 再比如说印刷字体变化不见得是斜地字 变成大写字母也是常见的变化 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句子啊 he was a woman 你看本来我们一个小写突然间变成大写了 他原来是个女人 这个我们就中读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出乎一条之外吓我一大跳 我还以为是个这大老爷们呢 从远一看整个剃个大光头光着帮子 这个胸前纹着两头带鱼 揉拉这个铁球拉四条狗往那站 对我离近一看又18岁黄花大姑娘 对我以为是是男的 he was a woman 原来是女的 这woman中读一下就好了 印刷字体变化 本身中这was跟它是类似的变化 确实是啊 一只美洲诗 但从哪来的呢 现在还不知道 后面就推断一下了 推断一下 as no pumas had been reported missing from any zone in the country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ollector and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这个s放在句首 是引导这个原因状态从去了 因为咱们说过s跟since跟because 都会本来因为 他放在句子任何位置都可以 因为没有任何美洲诗被报到 从动物园任何动物园中失踪了 我们说过missing是逐一步足语 补充说明逐一pigmas 那被报的失踪了 怎么样呢 那么这一时就肯定是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肯定是一个私人收藏家所拥有的 注意这里边这个must have them 这个来不得半代马虎 这是重点 must 情态动词 后面依然加完成诗了 must have them是表示一个语气 什么语气呢 本文中能看到是推测 这个美洲诗想必肯定是一个私人收藏家拥有的 这是个推测 什么推测呢 must have them 一定是过去发行事情的推测 这个美洲诗已经跑出来了 那么想必当初是一个私人收藏家拥有的 现在也都不是人跑了嘛 对过去的肯定的推测 而且must 语气是比较强烈的 为什么 有证据 有充分的逻辑证明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看例子 you must have been ill yesterday you looked so pale 我说你昨天肯定是病了 你看上去脸色苍白 我看到你了 这是看到是病了 有证据 昨天肯定是病了 今天没事好了 所以must have been ill yesterday 这个语气比较强烈 这是肯定如何如何 但是同样是推测 如果不是推测以前的事情 就推测现在的事 与此同时同时发生 而不是在这之前的事情 那直接用must do就好了 语气很强 但不是过去事 就是与我 说话同时发生这个事 我们看一下在第62页的第九行末尾 62页第九行末尾 有这么句话 she knew that it must be the baker 这个 李查兹夫人知道 这肯定是面包师送面包的这个人 she knew it must be 为什么呢 李查兹夫人正在家里待着 登登登 有人敲门 她说肯定是面包师的 正在敲门的人 这个跟知道 跟着must be 这个the baker 这同时发生的 正在敲门的 肯定是面包师 而不是昨天敲门的人 这个must加动词原型do 是正确的 好 这是这个推测 当然我们看到 如果对过去发生的事 语气不那么强 就没有任何证据 纯粹我瞎猜 我说背不住 昨天是这样的吧 怎么办呢 那么把情态动词变一下 可以把must 把它用may或者might may have 或might have 加过去分词 就好了 就语气没有那么很强了 但如果是对过去的否定推测 就昨天或当年 不可能怎么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用cannot 或者cannot都行 cannot have done 或cannot have done都行 就当年不可能怎么样了 当年不可能是如何如何的 我们这个都可以 看个例子 you can't help me yesterday I saw you going shopping with your wife 我说那昨天呢 不可能定了 为什么呢 你看我有证据 我这看到你 这个跟老婆出去买东西 大包小包 扛了一千多斤 你不可能病了 you can't have been yesterday 对过去的否定推测 you can not 或cannot 这个都可以 这个差不太多 可以提款 这是表示一个推测器 但注意哦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在第60课里边 有更复杂的例子 268页的第27行末尾到28行 268页的27行末尾到28行 第60课里边 the girl asked to see a timetable feeling sure that her father could not have made such a mistake you could not have done 这个结构 这个女孩要求要看列车时刻表 这个语境是列车时刻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肯定 他的爸爸当初不可能犯下这么样一个错误 什么呢 就是看错了列车时刻表了 这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车站 就是他在家的时候 爸爸犯错不可能啊 对过去的推测 cannot have made such a mistake 也是这么来用的 但是注意 形态动词一变 语气就变了 should have done 或者把should换成更文言的 ought to have done 这是一个责备语气 什么意思呢 应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没用做呢 should have done ought to have done 语气非常重的责备语气 应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没做呢 反过来 should not 和are not to 加have done 什么意思呢 不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做了呢 也是一个责备 表示不该做的事情 结果他就做了 看例子 you should have finished your work yesterday 你昨天工作应该完成啊 怎么没完成呢 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责备语气 当然我们读快的时候呢 这个should 一代二关门的should 这个h 轻辅h被打穿了 因为我们知道 在读快了之后 这个 前面这个辅音 跟后面原音会拼在一块 这h被打穿了 都是should should 本来叫have 但因为是注动词 咱们轻读 轻读以后 have and of should of 放到一块should should 我们读一下 should should 这是口语中 这么一个翻译 you should have finished your work yesterday 昨天该完成 这没完成呢 这是该做的事情 却没做 should not 或should 用缩写呢 是不该做的事情 却做了 I shouldn't have shouted at you yesterday 哎呦 我昨天真是 不应该对你大喊大叫的 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脾气不好 像你 陪不是对不起 我错了 不该做的事情 结果却做了 当然这里都可以 把should换成ought to 咱们这个考试是一个重点 咱们多看几道考试真题 我们先来看几道高考的真题 she looks very happy she什么 how pass exam 这女孩看起来好开心呢 她肯定是通过考试了 已经考完了吗 这是过去的事情 大家看应该选哪个 当然选c myself pass exam 她肯定通过考试了 为什么我有证据啊 她看起来现在心情很好 心情很不错 如果不及格的话 该哭了就 should是责备语气 不可能了 这个could呢 一般用在这个推测的否定could not 这里不对 这个might呢 might语气太弱了 不行 我们有证据 应该用肯定通过考试了 选c正确 再看一道真题 I can't find my purse anywhere 还是个dialogue 第一个女孩说 哎呀我到处找 找不到我的一个包 这个pair表示女孩子的这个包 一般放口红 放钥匙 放钱 这小包包没了 第二个人说 你背不住 买东西是给丢了吧 选哪个 好 应该选may 为什么呢 没有任何证据嘛 我没有任何种瞎猜的 我说你背不住买东西是丢了吧 你看看吧 证据 can呢 一般用于否定推测cannot 这个should呢 should是责备 你应该前包丢了 为什么没丢呢 你不丢我抽你 这不可能了 不可能责备了 would呢 would应该虚拟去 这更不对了 应该选A是正确的 再看一道真题 I'm sorry I什么ed to you the other day 哎呀真不好意思 那天我不应该怎么怎么样 不应该对你大吼大叫的 注意the other day 不能发成那一天 the other day是个习语 就是过去的某一天 就那天 当初那天 我那天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 第二个人说 forget it forget it 是个习语 算了吧 算了吧 怎么样 I was a bit out of control myself 我当时也有点 缺乏自制力 自控力 也有点失控 不应该做的 却做了 大家立刻说 选哪个 而且是那一天 过去的某一天 B选项 Shouldn't have shouted at you the other day 那天不应该发脾气的 不该做的事情 却做了 用它 对 A选项 Shouldn't shout 在这指过去的事不行 Mustin 是禁止 不可能 就错了 Mustin 这个D更不占边了 错的都没边了 选B正确 不该做的事情 结果却做了 好 再看一道四级真题 从高中一直考到大学 这个题说 The policeman declared that the blow on the victim's head 什么 from behind 警方声称 受害者脑袋上 这一击 Blow 咚 重重打一下 这一击怎么样 什么 从后边怎么怎么样的 咱们看 ABCD 应该选哪个 应该选B 肯定是从后面 打过来的 这是表示推测是正确的 警方验尸报告了嘛 所以有证据 肯定从后边打的 这个C would have been made 这是虚拟语气 咱们后面会说 根本都不占边 A和D 两个同时干掉 为什么 A和D一样 这单选题 不可能A、D都正确的 A、D呢 语气也很荒谬 这是责备语气的 那如果选A或选D 该怎么来翻译呢 我说这警方 非常生气地斥责这个歹徒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们应该从后边打 从前面打没打死记住了 以后得从后边打 才能弄死他 这不可能是责备 选B正确 肯定是从后边打过来的 这个词点 相信大家 姥姥记住 好 我们再看这个本文中 说这只是怎么样呢 This one must have bee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private character 肯定是归一个 私人收藏将用 private 咱们讲过 是私人的 In the possession of In the possession of somebody 表示归某人所拥有 因为position本身就是拥有的意思 这个结构也能换成 In one's possession 也是规模拥有 那什么时候用 In one's possession呢 很简单 如果这个somebody 这个人太短了 比如说是个代词 我们一般就变成鼠儿 放到中间了 比如说 In the possession of him 这就太便利了 因为太短了 一般短的就往前面放 变成in his position 就好了 但是如果 in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这只有这么一个搭配 表示某人拥有某个东西 这个时候这个人 somebody做主语 那个事物做of the being 某人拥有某个东西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 我说 这本书是我的 这本书是我的 用第一个搭配 得用书做主语 该怎么说 The book is in my position 而不要说 The book in the possession of me me太短了 In my position 但如果这本书是 史密斯教授的 就能第一个了吧 The book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Professor Smith 就好了 那如果用我做主意呢 I'm in possession of the book 我拥有这本书 这两个结构都可以 举一反三的多几几个 跟他有好几个类似大费 比如说负责处理某个东西 这个机构有某人来负责 有某人来掌管 如果有某人来掌管 叫in the charge of somebody 或in one's charge 同样的 这个人如果太短 是代词变成鼠格 放到中间 如果是人做主意 掌管某个机构 负责某个机构 叫in charge of就好了 看一个简单例子 这个书店归我管 我是老板 The book store is in my charge 我来负责处理 这个是我来掌管 in my charge 而不要说in the charge of me 但如果有史密斯先生呢 The book store is in the charge of Mr. Smith 就好了 那用我做主意呢 I'm in charge of the book store 我来负责处理 来掌管这家书店 就好了 好 这两个取一反三的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本文中说 肯定是贵一个 私人收藏家拥有 这是名词 比较长 放在in the position 后面就好了 并且怎么样 and somehow managed to escape somehow 在此文中说了 不知怎么搞的 出于位置的原因 不知怎么搞的 就设法逃了出来 这个manage 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do 也是一个在三次中 大量会出现的重点 什么意思呢 设法完成了某事 注意不是设法去做 如果想方设法去做 咱们用try to do 它强的是过程 但manage to do强的结果 设法完成了某事强的结果 本文中设法逃乐出来 这个用的是对的 咱们再加深印象 比如说看第二课 第二课的第一句话 在第二课十三等于一的第一句话 A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我们的牧师啊 总是为了各种理由来筹款 但他从来也没有设法筹到过 足够的钱 来请人把教堂的大众修好 大家注意manage to do 这是一个强调结果的 钱不是never否定 否定的是什么 否定的是结果 而不是过程 如果把many to do 或者try to do 就是他从来没有努力 设法去做过 不是 他设法做了 但没有成功 从来没有设法筹到足够的钱 注意这强的结果 他的反应搭配 大家可能更熟悉 fail to do 叫未能完成某事 没有能够完成 这个在第五课中会出现 比如说咱们看一下 这个第五课 在三十页的十二行 到底十三行 三十页十二行 到底十三行 有这么一句话 when the journalist again failed to reply be editor reluctantly published article as it had originally been written 当这位记者 再一次 没有能够回信的时候 这位编辑 勉强地不情愿地 按照这个文章 原来写的样子 把它出版了 未能回信 failed to reply 这个到了后面 还会碰到 好 不知怎么回事 就说法逃乐出来 后面说 the hunt went on for several weeks but the pigman was not caught 这个搜寻 持续了好几周之久 这个go on 在这是持续的意思 这个hunt 就是第二章开头 那个hunt 在中间用search 已经替换过一遍 而且连第一个hunt 比较远了 可以重复一遍 没关系了 但是这个美洲诗 还一直没有被抓住 看最后一句 it is disturbing to think that the dangerous wild animal is still at large in the quiet countryside 一想到啊 一只危险的野生动物 依然在宁静的乡间流窜 就令人心神不安 这个句子 咱们先看一下 它的语法成分 it is disturbing 这个it 是一个形式上的主语 这是令人不安的 什么是令人不安的呢 真正主义是动词 不定是to do to think 一直到剧末 是真正主义 一想到这个事 就令人不安 一想到哪个事呢 在后面这个话横线的部分 就明显做think的编语从去了 一想到一只危险的野生动物 依然在宁静的乡间 在到处流窜 没有被抓住 这一点就disturbing 令人心神不宁 disturbing 叫令人不安的 如果感到不安的呢 I am disturbed 我们知道现在分词 强调事物的特征 叫令人怎么样的 过去分词 人的感受感到如何的 这个句型 咱们取语反三 可以多记几个 一怎么怎么样就如何 这是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不安 叫it is deliberate to think 再比如说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担忧 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地方填入 令人担忧 it is worrying to think that 一想到某事令人担忧 令人担忧 用worrying 感到担忧的 I am worried 就好了 再比如说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兴奋 it is exciting to think that 感到兴奋的 但是excited 对吧 再比如说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觉得欣慰 it is comforting to think that comfort就是令某人欣慰 这个动词加这个ing 变成当形容词来用 还比如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觉得好笑 令人喷饭 it is amusing to think that amuse表示 令某人觉得好笑 amusing就是令人觉得可笑的 可以这么说 最后说 一想到某事 就令人气愤 it is irritating to think that irritate I r r i t a t 是令某人生气 那么现在分词 去到e之后叫ing 当形容词来用 就irritating 令人气愤 到最后 这个美洲诗 还是没有被抓住 但是美洲诗没有抓住 我们第一课的课文 到这可结束了 第一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文 里面出现了好多重点的习语 搭配 还有一些语法俱法的知识 所以我们第三册的一个开头 请大家一定要把这课书复习好 否则的话 随着课程深入 咱们后面再讲更难的句子 大家可能就觉得有困难了 好 第一课我们跟老师就学在这儿 好多重点的习惯 好多重点的习惯